中国大陆整个东北地区连日来陷入了严重的雾霾天气 多座城市污染指数已经持续爆表 黑龙江 辽宁相继发布大雾红色预警 那么东北三省的航空 铁路 道路交通是严重受阻 多条高速公路也是全线封闭 一些城市的幼儿园 中小学全部停课 有网友就形容犹如世界末日降临 自10月20号早上起 东北三省出现重度雾霾 其中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爆表 甚至21号 部分地区2.5pm的悬浮威力指数达到1000 高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标准50倍 由于雾霾浓重 能见度极低 哈尔滨多条高速公路全线封闭 部分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太平国际机场也被迫关闭 给市民生活造成了极大不变 很严重 很严重 20号开始 太不变了 学校都停课了 各单位有的都能够停课 郊区比较更严重 在两米左右的地方就已经什么都看不着了 所以说开车在那边的时候挺受影响的 市区还好一点 在三四米 四五米左右吧 还能看景 有的 有很多公交车已经停运了 就是那个高速公路已经基本上都封闭了 市集反正就是开车慢慢的开 尽量不开 受雾霾天气影响 哈尔滨市医院呼吸科 耳鼻喉科的患者 皱增二三成 口罩销售火爆已经脱销 全市各大药房的普通口罩及医用口罩也供不应求 有的市民甚至同时戴了数层口罩 有口罩新来的那种 这个普通的卖没了 对 普通的那种卖没了 全卖光了 就卖空了 就这几条的口罩 今天到货了 刚到 又要空了 又卖光了 虽然目前哈尔滨的雾霾情况有所减轻 但从哈尔滨环保局官网显示的监测数据可以看出 23号 哈尔滨市各大监测点的空气质量污染指数 仍然多在400到500之间的6级严重污染区 属于最高等级污染 对于造成这次雾霾的原因 哈尔滨市环保局解释 是由于目前供暖系统开始运作 锅炉陆续起炉 其次 目前正值秋季整地期间 城郊及周边县市大量焚烧接杆 产生了浓重的烟尘 但市民质疑 在哈尔滨生活多年 即使以往的宫热季节 也没有出现过雾所全程的场景 路口气候的话 网络没有发生过 与此同时 吉林长春 辽宁水阳等地 也出现了同样严重的雾霾天气 就是路上的能源度挺低的 然后我要是离路口远一点的话 早上雾农的时候 会看不见路口的红利灯 但是当我晚上回来的时候 我没有带口罩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非常刺鼻 然后我的嗓子不是很舒服 然后感觉空气中味道突然浓 东北雾霾天气的突变 被市民们发到网上后 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和讨论 大陆作家协会会员 微博达人圣经骑士民 作诗一首雾霾下新的东北人精神 他写道 厚德再物 自强不息 埋头苦干 再创辉煌 他还讽刺说 事实再次证明 物以息为贵啊 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他质问 谁知过 向谁人问责 外国的网友对中国环境污染之恶劣 也表示了难以窒息和不解 美国网民震惊地说 不明白中国人为何只用口罩对抗污染 而不是坚持要求更干净的空气 有网民反问 每年8%至9%的GDP真的值得吗